分析称 中方会抢先回收坠南海F35战机赵立坚 没兴趣 1月27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关于美方在南海军演中 有一架F35战机坠落的报道 有分析称中方会抢在美方之前回收这架战机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我也注意到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在南海发生事故了 前一段有潜艇撞了山 他们还没有说清楚 这次他们的航母舰载机又发生了事故 掉进了南海 我们对他们的飞机没有兴趣 我们奉劝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动辄在本地区炫耀武力